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抗活活饮食控糖片 我是特贵 那么在得了糖尿病之后呢 大家会遇到焦虑啊,抑郁啊,心情低落啊,恐惧啊 让自己血糖控制的很不理想 这一期有很多朋友希望我能够讲一些啊 关于这个糖尿病人心态的问题啊 怎么克服 怎么让自己抑郁焦虑的心态呢 变好起来 然后这些问题呢 我有做过详细的一个总结呢 那就是糖尿病人经常会遇到两个坑 我们知道避开这两种坑的稍稍作之后呢 就可以扫出很多空膛的冤枉路 先说第一个隐蔽的坑 那就是恐惧 有种朋友总是没事吓自己啊 这样真的会心想赤诚啊 一不小心就有这种焦虑欲悦的情况 那么他的心理是怎样呢 他总觉得糖尿病很危险 特别是这个病发症很厉害 有可能会有糖尿病生病啊 然后就是眼瞎掉啊 腿锯掉 其实我给出的几段方法 其他人的建议不一样 就是先肯定自己 因为我们人天生容易健康 而非容易生病 你容易生病很多是因为你在那个环境 你的思考方式 你的运动呼吸出现了问题 所以你遇到这种焦虑情况呢 你在那一天呢 甚至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 你透过这种轻轻的吸气 深深的吐气 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心态 你自己就会对糖尿病病发症 这个话题啊 失去兴趣 别人有病发症 那只是别人的事 你已经终止了这个 自我宣传的连锁反应 你会发现 这么简单的练习啊 已经打破了糖尿病 带来的无力感 还有挫折 以及恐惧不安 也就破除了自己会有病发症的一个谣言 第二个坑呢 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做出病发症出来 他明明呢 已经空穴上12个了 还觉得我身体倍儿好 倍儿棒 我该吃吃 该喝喝 这个病发症 他也不会早上午 然后我就是身体啊 明明憔悴的不成样子 还在单位啊 天天通宵熬夜加班 然后一不小心呢 给整成一个糖尿病胜病 最后呢 就要如正定期的去做透析 那很多糖尿呢 其实啊 他是因为这种糖尿病胜病 或者糖尿病的这种高血压 心血管病 从并发症而走掉的 所以说第一种坑呢 他是没事自己下自己 彻底的被恐惧给绑架住了 这个空糖生活呢 他搞的 就只吃肉 或者只吃素 很极端啊 第二种情况 他就身体体质非常好 即便患了糖尿病 他整个短期这里 他也看不到什么问题啊 所以他过程呢 都比较开心 心态也很好 就是说 该吃吃该喝喝 头也不疼 眼也不花 反正也没啥问题 但时间一久呢 就出现了老梗心梗 那这个时候问题就被放大了 所以就有很多朋友看到我的视频 就变成我的铁粉 说我要是早几年看到你 那我就不会心梗了呀 我要是早几年看到你的视频 这些知识分享 我也不会老梗了呀 所以啊 不同性格的人呢 他的一个方法呢 就不一样的 不同性格 不同体质的人 他对糖尿病这个态度不一样 也决定了他之后的一个 并发症的不一样 也经历他之后的一个体质 也经历他对糖尿病 这个处理的方法不一样 最后呢 还是说怎么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呢 其实啊 我这个方法呢 跟一般人的想法是颠倒的 我指的颠倒是因果关系的颠倒 很多人把血糖当成一个问题啊 其实血糖过高呢 它本身是你一个思考方式啊 饮食营养啊 运动啊 等等方面 结出来一个果 那很多人 以为只要解决了血糖的问题 一切状况也就跟着变好了 比如说吃药 但是回过头 你分析一下血糖失控的本质 其实就是你的体质 发生了一个变化 当你通过饮食啊 生活习惯啊 运动啊 环境的改变啊 体质跟着调整 血糖的问题啊 也就自然得到了一个改善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呢 糖尿病本身 它是一个危机 但危机中 蕴含着转机 你看有多少糖尿病的患者呢 通过这个危机呢 把自己当成 有多少糖尿病患者 通过这个危机啊 找回了自己健康的主动权 活到一百多岁 活到九十多岁 那像我的妈妈呢 她前面十几年呢 每天吃酱糖药 就控不住血糖 那她通过改变一个生活方式呢 控糖啊 清断食啊 把这个酱糖药呢 停掉也有半年了 控血糖呢 也可以控制得有点多 就是她喜欢嘴残 爱乱吃 所以你看看 老妈六多岁了 她能做成这样 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 放弃自己呢 然后我呢 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榜样 从2019年呢 到现在啊 三年了 我是一个糖尿器 然后我自己呢 把血糖 空腹5.7 降到了4.0 才后17个 降到了12个 同时也力转了 自己的一个三高一胖 所以啊 你该继续努力呢 就继续努力 该工作 继续工作 同时呢 我们也要学会一些放弃啊 比如说 领导说 你给我 去年纪通宵 干上一两个星期 然后我就给你升职 让你升到部门经理 这种事啊 就不要去干 因为你会付出健康的代价 最后呢 我也非常感恩 各位朋友的支持和陪伴 让我能够在这个 多变服装时代 分享自己的研究 更新的体会 最后呢 愿天下人健康 平安 我师父贵 我们下次见